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李建成李元吉 藉口說羅成武生禽劉克達 就下令殺羅成 四個刀斧手應了一聲 德令 立刻綁著羅成推他去圓門 當時馬伯良就說 千少爺 目前敵兵未退 紫禁關之為亦未解 不如放回羅成 要他殺退了明州兵馬之後 到時再找個藉口 慢慢才殺他都未遲 這樣 好了 死罪可免活罪難要 打他四十軍軍以示懲戒 可憐羅成就給那些刀斧手 狠狠地打了四十軍軍 兩隻大腿就打到皮開肉贊 幸好這個時候羅春趕到來 哎呀 見到主人受苦 連望扶起羅成就回到帳篷躺下 用金蒼藥敷好鵬箱 然後將進去天爐探望秦皇的經過 告訴羅成 收尾羅春說 老爺 你今天落在兩個奸王的手上 遲早一定被他害的 不如 偷偷回到家 落得清閒自在 如果還留在這裏 生命難保 羅成就渴退說 亂說 自古說忠臣不怕死 怕死不忠臣 今天我奉了主上的聖子前來推敵 就一定要赤心盡理 偷偷回家 這些是忠臣的所謂嗎 從今之後不准你亂說 老爺 你閉嘴 現在說明州方面的探子 探聽到羅成被罰 熬了四十軍棍的事 就回去報告劉克達 劉克達聽到這個消息 歡喜到拍手掌 他說 這次真是天公幫我了 我兩個狗王都不會用人 這麼厲害的一員苦將 無辜受犯 至今關內已經沒有能人了 這麼快就可以攻佔他 即時下令全軍直逼至今關下 步起雲梯 架起火炮 全力攻城 明州軍眾將士得到命令 人人奮勇爭先 攻擊的威勢十分厲害 守關的兵卒 慌忙去報告 建成元吉就趕快帶著馬伯娘走上城頭 親自督促兵長死守了 在城頭上 看見明州兵馬一堆堆一層層 好像潮水那樣 蛤蛤聲湧著上來 哎呀 見成元吉見到這樣的情景 大驚失色 哎呀哎呀 你現在怎麼算好啊 怎麼算好啊 馬伯娘說 炎省有個勇將羅成在這裡 千歲用什麼擔心啊 命令他退兵 他打退敵兵 我們就殺了他 退不到賊兵 那他一定被賊兵殺死的 這樣就可以了嘛 沒錯 有道理 李建成立刻發了一支金批令箭 派人去召羅成殺退敵兵 羅成一接到令箭 啪聲跳起來就要走 羅成連忙拉著他說 老爺啊老爺 你的棍傷未好啊 怎麼能夠出箭殺賊的呢 我只是知道布國殺賊 身體有多少棍傷不要緊 虛役無放 老爺啊 你既然要去了 都要吃飽肚才有氣力的 你還沒吃飯的 吃點吧 羅成似著自己勇猛 沒有聽羅春的說話 就提槍上馬 直奔城頭去見兩位王子 羅春沒有法子 只有拿著燒餅帶在他身邊 急急跟著羅成走 在城頭上 李建成李元當然對羅成說 羅將軍 你立即出城殺敵 如果你生琴兩個賊頭 擔保封你王后之衛 只如果誤左軍令 定斬不要 去吧 羅成接了命令 立即出城 羅春緊緊跟在他後面 明州人買一件 羅成出陣 嘖 就退了 羅成守執長槍 殺入明州軍內 如入無人之境 殺到劉克達 松蒲 散鴨的狼狽不堪 明州各將軍 一起湧上來救護 好一個羅成 一支槍 好像歐雲使者 連挑他明州一十八元上將 明州軍抵擋不住了 嘔嘔聲猛退 一直退了四十幾里 所以劉克達這場仗 輸到貼地 怕了 想收兵回明州 蘇定方去勸他 主公不用退兵 勝敗乃是兵家常事 神有一條計策 實可以殺死羅成 你說 你說 怎樣才可以殺死羅成 主公 神已經查探清楚 這裡有一塊地方叫做淤泥河 我們如此如此 不怕羅成不捨在我的手上 羅成一死 佔領紫金關二餘反掌 劉克達聽了十分高興 今天一點一點做好準備 就依照計策行事了 現在我們回頭說一下羅成 他一路追殺明州兵 殺了半天肚餓了 大腿的棍傷一陣一陣 赤痛 沒力再打 就勒院碼頭回到紫金關下 叫開城讓他進來 李建成李玄吉在城頭上問 劉克達和蘇定方的首級 你帶了回來沒有 羅成就說 沒有 既然沒有帶兩個賊頭的首級回來 你又違反我的軍令 那你回來做什麼 千歲 你們要兩個賊頭的首級 不難的 拜託開了城門 讓我進來吃飽飯 再去打過 到時取他們的首級都未遲 大膽羅成 你違反軍令 還諸多言語 攻箭手 用箭射他 得令 城頭上的攻箭手一聲得令 箭如雨下 嘻嘻嘻嘻 猛地向著羅成射下去 羅成看到這樣 唯有勒馬退後避開了 這個時候羅春走到馬前 在身上拿出幾個燒餅遞給羅成 這幾個燒餅 真是好過世上一切的寶貝 沒有水喝都不要緊 羅成肝啃幾個燒餅 突然間 蘇定方飛馬跑到來大聲地叫喊 羅成 你有這麼大功勞 不但得不到半點風賞 欣王齊王還把你當成狗世冤仇 你看 今天你大獲全勝了 哈哈 竟然連飯都沒得吃 水都沒口喝 何苦啊 我勸你不如歸韓我主公好了 哎呀呀呀 激死我了 羅成生生氣得不得了 吹馬上前一槍就刺過去 蘇定方用槍迎戰 打了幾個回合 蘇定方回馬就走 羅成不肯放過他 在後面猛追 一直追了二十幾里 羅春嘻嘻嘻地追到來大聲地叫 老爺啊 老爺 哎呀 你不知道 老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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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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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只見劉克達一個人坐在河對岸 哈哈大笑 哈哈哈 哈哈哈 羅成 你暈你死定了 羅成生生氣得不得了 不去追蘇定方了 一心要去杀劉克达 看看面前这条河 干了没水的 一拍马就冲下去 走了两步 烂泥就拙着马脚 不能动 糟了 原来这条河底是烂泥扮 成像几深 表面那几寸 没错是干 干得起龟裂 但是连人带马走下去 就会哭着不起身 罗成猛烈马僵 不但没用 而且越哭越深 罗成慌了 突然间一声 棒子响 在河边两面的奴魏林里面 二千名弓箭手 一勇而出 战于雨下 罗成大叫一声 中了蘇定方的计 乱战 战穿身 可怜罗成就当堂没命 罗成死了 一流中云 飘到山东见她妻子 那晚罗夫人 和三岁大的儿子 罗通一起睡 三更时分 罗夫人访访忽忽忽 见到丈夫罗成 满身插满着箭 鲜血淋漓 只听见罗成说 贤妻呀 贤妻 我受奸人涵害 死了啦 你要好好地臭大个儿子呀 我去啦 罗夫人一下扎醒 原来是南阿一梦 第二天 罗夫人将这个梦 告诉罗老太太 罗老太太的心 当然很害怕 很不安乐 立刻就请秦叔保 和程咬金来 说家嫂昨晚发了过 这样的梦 秦叔保和程咬金的嘴巴 虽然安慰着老太太 说发梦 没事的 但他们的心 都觉得这个梦 是有点不好笑头 现在我们回头 说的是刘克达 射死了罗成之后 也没有去取他的首级 又立即率领人马 去攻打紫金关 罗春躲在路边 见到刘克达的兵马 过了之后 一直向前面走 到处找罗成 就找到来于泥河 哎呀 哎呀 见到罗成的尸首 惨了 放声大哭 哭了一会儿 就去附近的村庄 问乡民 借了几件门板 托回来于泥河边 一件一件 摺着放在泥面 然后自己躺在门板上 滚过去 用手拿着罗成的尸首 出来就拔出来 抱上岸 一边哭 一边将射满全身的乱战 逐支逐支地拔出来 幸好罗春身边 带着钱 去村庄里面 买了一副好棺材 将罗成念好 自己就做孝子 披麻大孝 手执哭桑棒 一路扶官回山东 这一日 到了 罗春行快几步 回到家里报信 一入门见到老太太和夫人 罗春眼泪又夺 康儿出大叫声 老爷 过了身了 老太太说 你 你说什么 老爷过了身了 官木立刻就到了 老太太和夫人听了 刚刚哭了几声就暈了 罗春和丫鬟洗马连忙扶起他们 出力这么叫 老太太啊 夫人啊 你们醒醒了 醒醒了 叫了一阵 两婆式慢慢 甦醒了 这个时候 官木抬到来了 停放在中堂 哎呀 两婆式 哭得真是凄凉了 程咬金听到消息 马上过来 摸着棺材放声大哭 哭了一阵 大家收声 罗春就将 罗成 怎样被两个奸王陷害 又怎样在淤泥河 死难的经过 长长细细地 告诉大家 程咬金就说 老百姆 弟夫 你两位都不要过于悲伤 自古就说 人死不能复生 哎呀 现在 主公还在天牢坐牢 我们的人马就走散了 少不免各处的英雄好汉 又会造反杀利的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 这两个奸王 就会死在眼前的了 到其时 如果他又来找我们 等我程大老爷 吐吐吐吐吐吐 吐他十七八个口水 豈有此理 太平时口 就扔我们回家 自寻自食 不要我们 等到天下反乱 江山不稳 又来找我们 屁 没那么便宜 老爷现在不管你堂家这么多事了 说话未完 有个博人 嗔嗔嗔声 走来稳告 晴爷 糟了 晴爷听闻 罗爷阵亡的消息 大声哭了 声就暈死了 等我去看看 晴爷阵亡的快速过去看看秦宿宝 去到了 只见秦宿宝的家人 个个都害怕得嘀嘀阵 好彩晴爷阵亡的 叫了几声 拍了几拍 秦宿宝才醒了 一醒了就哭 罗燕帝 都是我害了你了 罗燕帝 大哭一场 跟着就跟罗城开桑 请和尚回来打斋等等 这些就不说了 再说回刘克达 他率领人马 孟公子金关 李建成 李元家就跟马伯娘商量 马将军 现在罗城被他射死 那些贼兵又来攻城 那怎么算好 千岁爷 现在情形危急 就得一条路好走 就为千岁爷你再去长安求救 小将在这里照舊死守 不过千岁爷要快去快回 如果延误了时日 失去紫金关就不关小将的事了 李建成 李元家见到局面这么严重 唯有听马伯娘说 赶回去长安 朝见父皇李渊 启咒父皇 明州兵马十分凶猛 罗城已经阵亡 紫金关危在单直 请父皇再派本领高强 能征贯战的将官前去援救 李渊听说连罗城都死了 哎呀 大启啊 害怕 连望问朝上 法官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个时候 只见兵部尚书 去刘文正出班品就说 陛下 目前朝廷之上 人才缺乏 难以和明州兵马交战 唯一的办法 就是赦免秦皇 等他去山东 尋访秦庆回朝 这样才可以打退敌兵 刘克达现在围困紫金关 没有人去救应 神虽然能力有限 愿统书红兵 前去援救 李渊很高兴地同意 刘文正的意见 立即下一道圣子 赦免秦皇 要他火速去山东 尋访秦庆恩公回朝 将功秦庆 秦皇李世文在天牢 放回出来 换回朝复 来到金殿见李渊 他稳咒 臣义不敢去山东 为什么 臣义就这样一个人去山东 秦庆如果肯来 固然是万幸 万人不肯回来 也没什么办法 那岂不是白走一趟 李渊吉答口说 秦庆不来 那他叫屈池公来 也一样可以打退敌兵 李世文说 预计刘地这样说就错了 你还好提屈池公 往日他在御果园 搭救过我有这么大的功劳 不但不能封妻任子 反而隔了他的官职 受你酷 仍然披码考的残害 你以为他今天还肯来帮忙吗 你冤枉了 想就说 世文 你不用说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往日都是建成 元吉这两个畜生 心怀妒忌 将人赶散了 现在 秦庆也好 屈池公也好 照我看 他们都不是不肯回来的 就是怕这两个畜生 到时又要想起害他们 朕现在就下令 将秦庆 屈池公 以及其他重将官 全数招抚回来 官服原职 戍次秦庆屈池公 相拣一边 可以上打分军 下打奸臣 不论皇亲国戚 先打后走 这样 这两个畜生 就不敢再去害他们了 李世文 这样就高兴了 于是他稳咒 父皇 徐茂公 现在就在五门外后子 快点宣他入来 原来徐茂公审时度势 想通想透 认为这件事 是实成功的 故此叫刘文静 上朝 稳咒李渊 赦免秦皇 当秦皇面见李渊 再就请戚风 秦庆屈池公 两个 这样才能够制服 两个奸王 结果今天 在金殿上发生的事 完全认识了 徐茂公的估计 话说徐茂公来到金殿三季九寇 朝建的李渊 李渊很欢喜 就命令徐茂公陪同秦皇李世文 去请秦庆屈池公和仲将官回朝 领了圣子之后 李世文带上徐茂公 率领五百兵丁 就起程去山东 这一日 来到山东 祭南府历城苑 徐茂公吩咐人马 找个僻静的地方住宅 然后和李世文换了便服 暴行入城 究竟请不请到秦庆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